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口述,刘延民撰写 第一章,投考黄埔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 我还见到城前,见到李列军,见到蒋介石 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一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丽 一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勇 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做实事报告 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 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 我们称目已对 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 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 王基勇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 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 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 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 他比我大三四岁 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 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 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而且要躲在文帐内去看 我觉得相当神秘 不折不扣的一切照办 这个小本本的书 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 我躲在文帐中一知半解的一气读完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建客 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 夏熙是搞学生运动的 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 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熙的关系很好 他对我说 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 是改良主义的 其他的党派嘛 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 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 我们有个领导 就是俄国 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 孙中山是国民党 你怎么看他 夏熙说 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 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 做马克思的事情 他又说 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 我问 那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 叫CY 那是我糊里糊涂的 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925年 上海发生了武萨惨案 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 在这个反帝运动中 我是积极分子 夏熙到学生中考察 看到我敢作敢为 就发展我加入CY 一天 夏熙通知 我到第一师范去 我去了一看 来了不少人 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 第一师范的学生陈琳达 湖南相谈人 后来是国民党军长 也来了 我靠着他坐下 王吉永给我们做政治报告 讲国际形势 讲革命形势 我坐在下面 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 夏熙对我说 他是政治教员 我说 我们一专的政治教员 也是他 夏熙说 他的理论很好 很多事情 我们还搞不清楚呢 到了晚上 举行加入CY的宣誓仪式 又是王吉永主持 我想 他不但理论好 宣誓也是他来主持 这才晓得 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 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CY了 夏熙就动员 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 以一专作为过渡 然后再到金户一带去深造 可是到一专不过半年 就接触了革命思想 卷入了孙中山先生 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 接着又是武萨惨案的发生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 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 追到孙中山世事大会会场中 看到了追到人群如山似海 激动人心的晚帘 挂满了会场内外 及刺贤园整个的花园 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明具 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 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 但又感到后无来者 直据似乎又过早地做了结论 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 就没有艺人能超过他吗 我带着幼稚的心里在探索着 希望投笔从容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 说学什么艺术啊 还是进一所大学吧 当时有黄埔军校 广东大学 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 但是我受到下西的鼓动 决定投考黄埔 在动身之前 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 新青年 相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 一共有八个青年 编成了一个组 陈琳达是组长 我是副组长 还有六个是长沙黑千炼厂的工人同志 去广东有两条路 一条是搭火车 火车快一些 但路上不安全 无佩服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 一条是水路 从上海到厦门 这条路比较安全 而且要便宜一些 我们选择了走水路 出发之前 毛泽坛找我 说名单上没有他 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 只是我去不了 我问 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 我没有路费 去不了 说着 他哭起来 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 他一个钱也不给我 他一个小学教员 钱也不多 他抽烟 钱还不够自己用呢 我说 你哭什么呢 这样好了 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 路费我出 衣服钱你自己出 我有饭你有饭 毛泽坛高兴了 我向陈琳达讲 毛泽坛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 陈琳达不同意 怎么可以夹带一个人呢 我说 他也是 西外 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 陈琳达表示要全体通过 而且毛泽坛没有钱 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啊 我说 我出钱 哦 你有钱 可是组织上没有交代 你又搞个人来 哎呀 做好事嘛 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 毛泽坛 就这样 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 一看 贴了一张布告 说是台风来了 封关了 所有的船只都停开 船票不卖了 想走也走不了 大家很着急 本来就没有几个钱 又搞了个封关 进不能进退 也不能退 过了几天 我们只有两块钱了 毛泽坛着急 我跟着你 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 现在又封关了 怎么办呢 陈琳达是组长 他更着急 老文啊 我是组长 你是副组长 现在封关了 我们的伙食钱 只够三天了 怎么办呢 你赶紧打个电报 向湖南要钱 湖南回电报了 一切费用自理 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 陈琳达急得不得了 陈琳达跟毛泽东一起 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 我们私人感情很好 他的父亲是个木匠 家里没有钱 为人实实在在的 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 就把他叫了来 说 你不要着急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呀 吹牛皮呀 你有亲戚没有 有朋友没有 能借到钱吗 我说 你不要管这么多 我有办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 我把他叫来 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 看有个什么东西 他上前一摸 哎 这是个什么东西呀 像个硬的圈圈呀 我说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叫我贝儿不用 爸爸娶她时 给她一对金镯子 她脱下一个 给我缝在棉衣里 我母亲给我讲过 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 哦 值那么多钱呀 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 拿个金圈子给你 你妈妈很有远见啊 她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 我对她说 你对大家不要说 要不他们吃烟喝酒 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 跑到上海金店去问 说是值一百块洋钱 我对陈琳达讲 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 换成一百块洋钱 当作我们到广东的路费 多余的钱作为公费 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 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 恢复船运 我们买了票上船 他们打听买票的钱 是从哪来的 陈琳达说 是文强的钱 他拿出来给我们用 我们要节省着呀 从上海到厦门 用了四五天时间 经过厦门时 他们那些人讲 哎 看古浪雨 古浪雨 我问 古浪雨是个什么东西 看看 我看见对面山上 有个天文台 隔得好远 看也看不清楚 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 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 又翘翘我的耳朵 我回头一看 是毛泽东 哎 毛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他捂住我的嘴说 说话声音小一点 这个地方还在厦门 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 他们如果晓得 我们到广东去 就会绑票 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 我穿的衣服上 有两个铜色一专 帽子 是白色臂肌的 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 这是一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 看了几眼之后 说 你呀 打扮得太漂亮了 人家都注意你 都看着你 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一把宝剑插着 太引人注目 他说 帽子就不要戴了 衣服上一砖两个字 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就一把抓下帽子 往海里面丢 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 抢过去了 说 你这是幼稚的行动 你把这样好的帽子 往海里丢干什么 这不是发神经病吗 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 我笑了 说 也对 那时我才十八岁 我问他 我在这船上 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他说 我们住在上面的棺仓 你们住在下面的桶仓 我告诉你 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夏溪 郭梁 还有四川的廖画瓶 也都是 我说 我知道了 他又问 你们还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烤黄埔的 你的老弟也在 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 穿得像叫花子样 不要上来 我说 他现在跟我穿的一样 现在不是个叫花子了 哦 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啊 又花你的钱吧 那花不了几个钱 我回去找毛泽谭 故意往棺仓走 一看棺仓里 夏溪也在 郭亮也在 还有廖画瓶也在 当时我并不认识廖画瓶 进了黄埔之后 廖画瓶是我们的政治代表 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谭说 你哥哥也在船上 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 他没有好脸 看他干什么呢 那个棺仓你上不去 我更上不去 我说 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 毛泽东离开棺仓来找我 说 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 你看那个插着 青天白日旗的船 就是 你们到了广东 那里的旗子 也是青天白日旗 到了广东 我们就自由了 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溪问我 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 我说 熟人倒是有 但是地位隔得太远 是我父亲的朋友 什么人啊 成前 他说 这样吧 我给你想个办法 到了广州后 你们先住在黄园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 花不了几个钱 我写一个条子 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街头 我们到了广州 按照夏溪说的 住在黄园里的小旅馆 是湖南人开的 臭虫 多得要死 我拿着夏溪写的条子 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 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 穆青 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 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 你们是夏溪介绍来的 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 我们知道 穆青想了想 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 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 你会画像吗 画像吗 简单的事情 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说 你是专门人才 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 他一看 很像啊 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 写标语要文化 我说 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把陈琳达他们都叫来 穆青很高兴 好啊 这样吧 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 我问 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 他说 香港工人正在罢工 刘少奇在我们这里 组织罢工委员会 你们向他报道 有饭吃 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 还有六块钱 我们一听 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说 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道后 被分配到公宣部 这个地方只能办公 不能睡觉 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 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 可能有地方住 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 远远的 就看见毛泽坛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 我喊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哥哥在这里吗 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 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 哦 是这样啊 我问 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 房子大得很 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 我说 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 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 让我们住在这里 没有问题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 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 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 我们真是耳目一新 满街红色标语牌 民气昂扬 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 简直是两个天地 我既感到兴奋 又感到紧张 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 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 意志半解 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 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 有人向我说 革命的书非读不可 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 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 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 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 会争论不休 我往往在一旁席儿宫厅 未敢插眼 1925年8月 黄浦军校第九次招考 考了一篇国文 考了数理化 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 陈琳达与我同榜录取 长沙黑千炼场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 他们便投奔夜庭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 到赵清入伍去了 毛家老弟没有考取 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